这是来自国平天花板的对决 樊振东对战马龙 两人生涯最疯狂一战 比赛结束后马龙表示 这场比赛到底精彩到什么地步 能让观众全程不敢眨眼 生怕错过重要的环节 就连国外的老大爷都激动地站起来鼓掌 樊振东跟马龙更是不向上下 直到最后才定输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中温下 这场比赛的精彩对决 这是来自2017年 是拼赛的决赛现场 一场争夺之赛 还都是中国有名的运动员 一位是樊振东 另一位是马龙 第一局刚开始 樊振东就率先拿下4比0的比分 不过好景不长 马龙直接一个反手白短赢得一分 然而此时樊振东占据领先优势 有了一定的信心 不料很快就被马龙消灭 于是继续拉大比分 就在樊振东领先7比1时 马龙开始反击 准备出反手压制樊振东 利用拉长球 抵制住樊振东的进攻 借助优势连追3分 谁知樊振东逐渐爆发 凭借侧身拉球的优势率先拿下赛点 随后几招反手拉长球制造机会 紧接着一招侧身抢攻成功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开始 马龙开始转变战术 开局马龙就连赢4分 尽管樊振东继续反手筹直线 加正手斜线抢攻 努力追回两分后 马龙又开始爆发 岂能轻易让对手得逞 不管你发球多么 多么刁钻的角度 马龙都无所畏惧 第二局樊振东就被马龙全面压制 马龙也成功赢回一局 两人打平 第三局马龙依旧使用之前的战术 显然很有效果 而这一局樊振东只拿到3分 马龙也顺势以11比3拿下这一局 此时的樊振东开始摸清马龙的战术 第四局樊振东利用十分消耗体力的打法 上演强势猛攻猛打 也仅仅将比分追平6比6 此时樊振东满脸疑惑 马龙的体力是有多强 樊振东也清楚地领悟到之前 蒂固了马龙的体力 果不其然 马龙依旧体力十足 最终以11比8的成绩 向樊振东证明了自己超强的体力 再次拿下一局 樊振东现在大比分3比1落后 此时的他必须拼尽全力 他不相信自己战胜不了强大的马龙 第五局开始 樊振东改变战术 进行主动攻击 跟马龙开始拼体力 拼耐力 拼战斗力 很快樊振东就压制住马龙 占据主动权 也成功以11比5翻回一局 第六局开始 马龙仍然采用长球奔袭战术 不料最终体力耗尽 对樊振东领先4比1 樊振东乘胜追击 顺势将比分逐渐拉大 比分来到9比30 马龙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 快速调整心态 重新回到赛场上的马龙 连赢三分 只见马龙打出这一球的时候 几乎是脸贴着桌面打出的 瞬间轰动全场观众 比赛进入暂停 经过短暂的休息 樊振东似乎体力瞬间爆棚 当上场瞬间打出好几个霸王 敏顺势又赢一局 此时两人大比分3比3打平 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罕见的巅峰对决 这真是拼弹史上极少数 能打到第七局决胜局的比赛 这也证明了双方都是实力较强的对手 也堪称天花板的对决了 第七局开始 两人体力不向上下 就好比战争进入了数死搏斗阶段 双方拼进最后一丝力气 也要分出个胜负 前半局两人比分也不向上下 几乎都能打平 场内的氛围逐渐紧张起来 这时马龙以一分的优势 率先拿到赛点 马龙继续发球 不料被樊振东的反手拧拉挥球 导致马龙借高球 最后一个暴击抢攻斜线赢得一分 双方比分10比10拉平 轮到樊振东发球 不料樊振东在关键时刻反手挥球出王 这对樊振东来讲简直是致命的失误 比分来到11比10 马龙发球 樊振东一个回球被马龙迅速扣杀 马龙最终赢得比赛冠军 以大比分4比3又一次战胜樊振东